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生动 这么有影响力 应该祝贺中央电视台 我很荣幸的作为三届的评委 作为一个创业者参与了三届工作 看见您在中国从一个构思到执行 到今天取得的一种影响力 我觉得感到了非常的自豪 我也看到像在整个过程中 看到所有的选手认真的参与 我自己也在想 要是我再参加的话 能不能进一百零八都没有一定 而且今天我想在这么多的选手 在这么大的压力下 如果没有取得那些成绩的那些人 没有取得明示的人 未必将来会失败 所以赢在中国是一种精神 是一种文化 要不断地传递下去 中国联通顶力支持千百万创业者 共同搭建联通资本和人才的创业舞台 谢谢啊 刚才在楼上我还跟王老师在说 我说我记得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我从小自学的英文 我的英文是在西湖边上抓老外的时候练的英文 那我们考进师范学院的时候呢 很多同学是农村来的 发音都不准 我呢确实是班上最好的 但我一个老师呢 给我的考试成绩是五十九分 农村来的很多同学考了八十几分 九十几分 我都特恼怒 我说凭什么 怎么评我的英文 发音也比他们好 但我两年以后 我特感谢他 但我觉得 人一辈子中被一个人 被你的老师 被谁这么指点过 而且是狠狠地批过以后 如果你没有出息 你恨过以后就算了 你有出息 你去思考 两三年以后 你会记住这是好事 所以我说你们讲的绝大部分的经历 你们讲的故事 以及在整个案例过程中怎么操作呢 我碰上过 我完全可以忽悠大家说 挺好啊 下去 但是这样的话对大家帮助不是太大 我觉得作为评委呢 我知道我的职责是给大家讲实话 我想把自己这两年创业的一些经验 跟大家做个分享 未必是对 但是确实是我走过 我有时候说 我讲话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我讲话不是为了讨大家喜欢 也不是说人家就要语不惊人 死不休 我讲话也许不一定对 但我一定是真实的 一定是我自己想的 我自己创业过好多公司 第一家公司是1992年 是做海博翻译社 因为我学英文 很多人叫我做翻译 我没时间 我可以把它介绍给我的老师和同事去做 所以当时的想法 我觉得应该会挣钱 成立这个翻译社的时候 一定需要有个好的门脸 所以我们就租了个房子 一个月的房租就是1600块钱 而我们的注册资本 大概夯不让加起来是3000块钱人民币 我们满还信心地开始做生意 觉得这个一定是个好买卖 我们坚信中国将来会外遇要好 外遇人才本身不多很多 想法很好 在做的过程中 第一个月的营业额 大概600块钱不到 房租是1500 还不包括所有的工资 第一个月我们就亏了一塌糊涂 我们原计划可能说六个月可以收支平衡 但从第一个月告诉我不可能收支平衡 第二个月更惨 第三个月几乎是很难活下去 那第四个月我们想了个什么办法呢 我们发现卖鲜花卖礼品可以赚点钱 赚了的钱呢至少可以付掉房租 所以我就坐火车从杭州到义乌小商品市场去进货 我们把海拨翻译上一切为二 我们一半留着翻译社 一半留着开礼品 然后我们发现呢 这个卖礼品的钱一个月倒是可以赚三四千块钱 但是翻译社一个月的营业额加起来就四五百块钱 然后呢我的同事就跟我讲干脆开礼品店 这东西好赚钱啊 如果礼品店看下去 也许我们将来成为一个礼品公司 这时候是很大的抉择 所以我们问自己这个问题 当时成立海拨翻译社是为了挣钱 还是为了解决找翻译和那些老师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我们希望解决的是老师和市场上的需求 记住很多公司的创业过程中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碰上个新的机会的时候 你要问自己该怎么做选择 所以我们后来是选择了做了翻译社 当然在中间还有一个案例 我给大家讲一下 不懂财务所犯的错误 我们请了个女孩子帮我们收钱 有一年的九月十号是教师节也是我生日 那天我非常的忙 我们一天忙得晕头钻一项 结果我估计算算那个一天的营业额做到一千一百块钱 那第二个掌上一看 算了算账只有四百多块钱 那我就很好奇这个钱跑哪去了 然后呢做了个查账 一查账以后发现这个女孩子每一天从这里面抓个一两百块钱回家去 而我们竟然做了三四个月都没有发现出来 谁的错 是我们的错 是制度的错 第一个不好的制度会把优秀的员工变成坏员工 创业者很容易犯的错误就我要抓大不抓小 所以我们想到是发射将来怎么发展进货怎么就想这些东西去没有讲到四五个人也需要制度也需要管理 没有好的制度 这是公司的灾难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经验小公司也需要制度也需要体系 第二个公司我们成立了中国黄业 在中国黄业的创业经验中有很多的经验也是可以要跟大家分享 95年做互联网是最艰难的 就中国那时候还没有连通互联网 我就到美国去了一趟 回来以后我们要做互联网了 我请了24个朋友在我们家开会 说了两个小时 没人听懂我在说什么 最后23个人反对 一个人同意 这一个人就说马云你这样做你就试试看 不行的话赶紧逃回来还来得及 那我自己 想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我决定还是做下去 中国人很多创业是晚上想想千条路 早上起来走原路 晚上想想是热血飞腾真好 第二天早上七个自行车又上半圈 对吧 这是我们很多创业者所碰上的问题 那一天我觉得因为我看见过互联网 我觉得互联网将来会好 但这些人没看见过 但是没看见过的机会就是你怎么把它变成现实 包括中国的第一句话说 比尔盖茨说互联网将改变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句话其实不是比尔盖茨说的 是我说的 我把它改为比尔盖茨说的 95年刚刚开始全世界知道比尔盖茨 但是我说马云说互联网将改变人类生活方方面面 谁会相信你对不对 这叫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因为我相信比尔盖茨有一年一定会说的 还有一个技术 创业者未必一定要懂你所做的怎么做出来 但是你要深信这东西的前景 你要深信这个东西可以给别人带来的真正的价值 如果你坚信 如果你觉得有机会 那就往前走 我那时候是杭州电子工学院的外办主任 相当于触及干部 辞职的时候我们校长跟我讲 任何时候你要回来 我一定在一秒钟以后批准你回到学校里 那我就跟他讲谢谢 但我心里说 十年以内我不会回到学校里 十年以后我再会回学校 我从学校里出来的目的不是为了挣钱 当然挣钱不是坏事 理直计算的说 创业者一定要挣钱 但是我确实当时出来不是为了挣钱 我在29岁那一年被学校评为 十大起初青年教师 但我是本科生 十年以后我凭什么跟那些更优秀的年轻人竞争 在创业过程中的任何经历 再回学校的时候 我可能是超过任何一个教师的一个经验 所以出于这个目的 我离开了大学去创业 所以对我来讲 这十年以来 任何失败成功团队取得的这些经历 是我最大的财富 这是我最要的东西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要失败 但有可能不失败 我愿意做个尝试 我如果这样把麻烦 一个个解决往前走的话 这就是经历 如果我失败了 也是一种经历 创业者要的是一种经历 人一辈子 不会因为你做过什么而后悔 很多时候到年纪大的时候 是因为你没做过什么而后悔 你从第一天做创业的时候 就要知道自己在走的过程中 是一条曲折的路 而曲折路所经历过的东西 是你最大的财富 走到今天为止 我越来越觉得 这才是正确的路 这样才会让一个创业者心态永远平衡 我在寻找投资者的时候 犯了一个错误 我们当年跟中国电信 一个三产企业发生了竞争 它那时候的注册资本 是2.4亿人民币 中国皇爷的注册资本 是5万块钱人民币 我们竞争得非常惨烈 但是呢 我想我们的竞争还是蛮成功的 所以直到今天为止 我明白一点 以后你们碰上巨大的竞争 不要慌 大象很难踩死蚂蚁的 你知道躲得好 躲得好 然后有良好的策略 你一定也能活过去 所以对于是我们竞争了 将近八个月以后 大家你也搞得死我 我要搞死他 肯定想法有没有 我不可能搞死他 对不对 最后我们坐下来谈 谈的时候他说 好 我们进行核资企业 他投140万人民币 那时候我五万块钱 听见140万人民币 心花怒发 有140万 我还可以干多少事情 那我说好 脑袋他就干了 这个核资企业成立以后的 灾难就来了 董事会里面 他是五票 我们是两票 只要开董事会 我提出的任何想法 他们一个人举手 五个人同时举手 一个人说不同意 所有人都不同意 我们在五六次董事会 没有一样东西给通过 因为双方的目的不一样 我是看觉得有140万人民币 就他的资源 我就可以大干了 他是想到 我出140万 就可以把它给灭了 所以这时候你说 拿到了钱 你丢掉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 你本来可以收拾的东西 因为你没有想清楚 从那时候开始 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 今后我在创办公司的时候 永远不会去控股一家公司 让那些被我控股的人感到痛苦 一定要给下面充分的理解和支持 所以直到今天为止 我没有控股过阿里巴巴一次过 我为止感到骄傲 我说CEO 频道这家公司 频道是智慧 勇气 胆略 而绝对不是资本 资本不能控制你 如果一个企业家 被资本所控制的时候 你就没有希望 永远记住 资本是为你服务的 你不能为资本服务 第三家公司 我创办了国富通 在那家公司里面 我们真正做到了 我自己感到骄傲 我们创造了中国很多第一 14个月以内 我们利润做到287万 后来人家说 99年以前 中国没有互联网公司挣过钱 我告诉他们 我挣过钱 只不过我们没有说而已 那时候我们做得很不错 然后呢 这家公司 我们在理念上发生了改变 我的领导认为 电子商为了发展方向 应该以EDI为中心 这是一套比较封闭性的电子商务 在95年以前 没有互联网 EDI是最好的电子商务模式 而我认为在97年 已经出现了互联网 互联网将会 一切以开放的形式出来 所以如果说不把互联网 作为将来电子商务的发展方向 我认为这是大灾难 所以这是一个对未来的战略发生的区别 第二个 他认为对客户应该去control 应该去控制 而我认为对客户不应该去控制 是去创造价值 让客户觉得你对他有用 你能替他挣钱 客户就永远跟着你 第三个呢 他觉得我们应该为国有企业去服务 而我认为中国未来进入WTO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以后 民营经济 各式经济 中小型企业将会成为很大的区 理念不一样的时候 要记住一句话 老板永远是对的 如果你不能改变他 你改变自己 所以我说 神 您走您的路 我就只能回来 我从零开始 再度创业 尽管赚287万利润 我们没有拿一分钱 从我杭州带区的五六个人 变成四五十个人 我走的时候四五十个人 我一个都不会带 记住 这也是一个游戏规则 如果你去创办一家公司 如果你自己决定要走的时候 你把里面的人带走 有一天你的员工也会学你的样 切记这个 所以我离开北京的时候 我就把从杭州带去北京的五六个人 因为他们是听了我的话到北京 如果你们愿意跟我回家创业 我给大家的条件是蛮简单 500块钱的工资 在我们家上班 我们租不起办公室 所有人在我家的小区边上 租一个房子 住在一起 我说你们不可能早上打车来 日日夜夜 干十个月 失败以后 一起再去找工作 我说你们自己去认真考虑 三天时间告诉我 三分钟以后 他们一起回来说 马云我们一起回家 一起去创业 重新开始 这个时候 你就觉得有这么一支团队的时候 你才知道 你肩上的死灵 不是骄傲 而是责任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开始 创办了阿里巴巴 后来我们又创建了淘宝网 创建了支付宝 我做六个公司 最最重要的就是 我很实在地出去 去找路上的人 我觉得他可能成为我客户的时候 我就问了 这东西你要吗 你会付钱吗 所以在这儿呢 想跟大家讲 这个 一个优秀的计划 不在乎于你 非常非常精致 但是这个逻辑一定要清楚 你为客户 为市场创造什么样 真正的价值 孙真义那时候 投资我们以后 在2001年冬天 他到了中国上海 他把在中国投资的 大概几十家公司的人 一起叫在上海 然后呢 每个人讲十分钟到十五分钟 讲他的投资的计划 那时候互联网已经进入冬天了 我是最后一个讲话的 我说 一年以前你给我投资的时候 我是这个梦想 我是这个目标 我今天告诉你 我还是这个目标 唯一的区别是我往前面稍微挪动了一步 方向 我们是这个方向 电子商务 e-commerce 中小型企业 进出口 为中小型企业创造价值 这个我们一直方向没有变过 很多人很少会坚持 从第一个开始 不断地维护 不断地坚持 我们坚持这个理想 不断地在 但是呢 你一定要想的 可能这个你不想 专注于把一个做好 如果说他慢慢能够往外扩张 那是最好的一个事情 但是呢 你同时都做 我觉得很难做好 成功是最好的报复 所有的这个企业的明星 他之所以成为明星 一定是他的业务 他的商业取得了成功 才能造成一个明星的企业家 赢在中国评委熊小哥 在三个赛季的精彩点评 建议集结成书 隆重退出 敬请关注熊小哥点评创业 那另外一块我想跟大家讲 跟风险同志谈判 腰挺起来 但是眼睛里面是尊重 你从第一天这么理直气算 腰板挺硬的时候 当然别空锁 你用自己的行动证明 你比资本家更会挣钱 我跟VC讲过很多遍 你觉得你比我有道理 那你来干对不对 现在我能够把钱 变成更多的钱 你能够找到好的项目 所以双方之间是共通和平等的 他问你一百个问题的时候 你也得问他至少九十九个问题 你是嫁给他了 他可以取七八个 你就一个 然后你要问他投资的理念是什么 为什么投我们 我最倒霉的时候 你准备怎么办 我先告诉你 我会很倒霉的 那真的不行 你看看怎么样 但是我们很多人倒过来 先告诉他 我一定会很成功的 VC的期望是谈了那么高以后 你怎么做都是败 都谈过好的以后 你就谈坏的了 坏的告诉他 也许这公司明天这个怎么办 你有什么东西帮我 你是好公司的时候 是七八个VC会追着你转 让他们把帮助你的计划和想法 互相写下来 你的承诺每年都得写下来 他对你的承诺也得写下来 这是互相的一个约束 这是婚姻合同 对不对 我这么多年来 从第一BVC到今天为止 我的每一个计划 每一个季度 我没有miss过一个季度 如果你miss了一次计划 你的信用就没有 你告诉他 我这个月也会亏 下个月还是会亏 但我亏多少 只要发现可控 你的投资者都不会可怕 他最可怕的是 你不可控 你说赚两块钱 结果你还亏了三块钱 你说亏三块 结果亏了八块钱 你就麻烦大了去了 我进孙真一那一天 我根本就没穿西装 我就这么很随便的进 因为我心态里面 从来没想过要钱 我也没觉得 这那就聊聊嘛 然后就讲了五六分钟 我说我要 做一个事情这样 孙真一我觉得 他是个非常大智慧的人 这个人 是我见过这么多VC 我现在阿里巴巴 很多VC投资我们 到今天为止 很多人并不明白 我们在做什么 而这个人的六七分钟 他就明白 我想干什么 正因为我的心理的平和 我没有出于钱 去跟VC去谈 我讲的是 我想做一件 什么样的事情 讲完以后 他打断我 他说 等一下 你要多少钱 我说 我不要钱 他说 他教我怎么花钱 花得快 然后 我说 我真不要钱 实际上是 那一天 六分钟以后 他喜欢上了我 我喜欢上了 就是我们成为了 后来 他边上很多人说 我们两个是 Soul Partner 有人不相信 一见钟情 也许那就是一见钟情 这是真实的事情 最后他说 马云 你拿四千万美金 他一定要我拿四千万美金 拿进去 我说 我从来最多管过两百万人民币 四千万美金 我肯定不要 最后他说服 那这样把他说 你拿个三千五百万美金 那 我说我去考虑一下 回到公司内部 再想想 还是不对 太愚蠢 要拿那么多钱干什么 我不会用 然后我就跟我的CFO 三个人飞到日本 在孙正义办公室里面 那个谈判是最经典的 孙正义提出四千万 谈判最高的高手是 听不讲 讲得多的人 谈判水平是二约 真正高手 听 他一出见 你基本就倒下了 他那时候爆出的价格 讲得前面一讲以后 我是心情澎湃 我都觉得 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的CFO说 No 然后孙正义下来一跳 然后再赶紧调整价格 最后说好 大概是三千万美金 那我们就接受 回来以后 想想还是不对 因为没钱合同之间 我还可以说返回 说不对 我就给孙正义写了封信 我说 Sorry 三千万美金我不要 两千万美金 同意就干 不同意就不干 然后孙正义回来 就两个字 Go ahead 然后就这个跌出来 我们从来没有 真的 我讲的话 他觉得 有道理 他一讲我就明白 他想干嘛 我也觉得有道理 你碰上这样的一种 合作伙伴子的投资者 是你的运气 在互联网最冷的冬天 我从来没去骚扰过他 他也从来没骚扰过我 因为他有太多的麻烦 他麻烦比我多多了 所以我说 Fugget 别来扔我 我也不惹他 这是一种信任 我信任他 他信任我 这种投资者比较难 所以我跟他的区别 我是看起来很聪明 实际上不聪明 那哥们是看起来真不聪明 但他是很聪明的人 真正叫大资助 所以跟VC之间的沟通 交流非常之重要 不要觉得 好像VC是爷 VC永远是舅舅 你是这个创业妈妈 你知道要把这个孩子 带到哪儿去 舅舅可以给你建议 舅舅可以给你钱 买点奶粉 衣服之类的 但是把这孩子养大的 职责是你 VC的钱是帮你做得更好 更大 VC的钱不是来替你救命 什么时候要投VC 不是你最穷的时候 去要资金 记住 是你最好的时候 去要钱 永远记住 所有创业者 下一次融资 你永远公司行事 最好的时候去融资 千万不要 天要下雨 突然已经下很大雨了 你爬到屋顶上去修屋顶 麻烦就大了 阳光灿烂的日子 虚无顶 公司内部的改革 也永远是在形式最好的时候去改革 一个公司的成功与失败 很多时候是在创业者的胸缓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在六七年以前 有一家公司跟我们竞争的非常狠 当时我出席亚洲互联网大会 我成为主题发言人之一 我的竞争者呢 他也成为了五个主题发言人之一 结果要发言之前 他突然发现 他出了五万美金 赞助这个会议才成为主题发言 而马云没有出一分钱 成为主题发言 所以他跟诸委会讲 凭什么马云不付钱 我要付五万美金 然后主委会就跟他讲 你是你要讲 马云是观众要他讲 然后他就 他有个非常漂亮的游艇 他说我把游艇开到香港 邀请所有出席大会的主题演讲者和演讲者 上我的游艇玩 但是要求有一个 马云不能上去 我觉得这是胸缓 如果你不能包容你的对手 你一定会被对手给打败 是谁把咒语气死的 是咒语自己给气死的 说服务量根本没气他 你把对手当敌人第一招就输了 天天挂他 他把子就练这个标 你只能打这一个 其他人都没有用 竞争是最大的快乐 如果你跟别人竞争的时候 你发现是你很痛苦 越来越痛苦的时候 一定你竞争彻底错了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跟一杯竞争会成功 打得不错 我跟我们所有想跟我竞争的人 我们都赢的原因 我从来就没把他们当竞争者过 心中无敌 无敌于天下 第二个团队 我觉得团队要找合适的人 我以前从来不请那些名人 当我的董事的 一般有名 能力强 又管很大企业的人 很少会真正化石器 在你公司身上 他一年来开个两次董事会 然后呢 啊一讲 讲了以后 你听听觉得不对 但是你说他当时不对呢 你觉得不尊重他 他说我怎么了 我还是这么个人呢 大小还是个CE 还是个董事 对吧 你尊重他 你按照他这样做 肯定舍败 我第一次请了一个副总裁 我们那时候总共五百万美金 他开口说 今年的市场预算 一千五百万美金 肯定要有的 因为他每年的预算 至少是四千万美金 请到我们这 我一年最多给他五十万美金 他怎么花都不知道 五十万美金 他说做个广告都不够 但我觉得五十万美金 是可以做一百个广告了 思考不一样 你到什么阶段 用什么样的人 根据你的需要 去找这样的人 千万奇迹 小公司找一些高手进来 公司本身的机制 管理能力是一个拖拉机 但是你请进了一些高手 它是波音77的引擎 你一旦装上去 有马达一启动 你拖拉机就四奔五连 所以我想团队的选择 请大家切记 不要求豪华 小公司找高手 你要把高手的心态调整好 我的CFO 蔡崇鑫 我今天还认为 他是我见过最棒的CFO 他在台湾出生 美国长大 美国念的耶鲁的博士 学的法律 在华尔街工作过 他的收入非常之高 但他也能拿五百块钱工资 他说他加入我进来之后 我是吓了一大跳 他说我要加入你这个公司 那时候我们才十八个人 在我们家上班 他要加入 我问他 为什么 他说我就觉得这个不错 但我最怕这样子觉得不错加入的人 我给他两个礼拜考察 你看清楚了 我们就这样的条件 然后我跟他一起到美国出差一个礼拜 天天淡 把都说得很透彻 最后他还是决定要决定 最后他太太来了 他太太跟我讲了这句话 他说马云 我知道我老公疯了 他要加入你这个公司 但是我知道 我不同意他 他会恨我一辈子 我支持他到你公司里来 那是他第十九号员工 直到今天为止 他是我们的CFO 这样的人 跟你一样同甘功苦 点点滴滴重新接受 然后又是能弥补 而不是告诉你要做什么 而是告诉我 你要做什么 我可以帮你做得更完善 我再再跟大家讲 团队一切找到人 对团队最重要的是 对他们的信任 还有一家企业跟我竞争过 中午我去他办公室 他把整个灯都关掉了 我说这是干什么 省电 但是我跟员工是这么讲的 他说中午休息 但实际上他说我是省电 我想这公司完了 省电就是省电 这没什么东西可以隐藏的 干嘛省电还得说 同志们中午可以休息一下 员工不是傻瓜 所以那家故事我看了以后 我觉得麻烦大了 因为你在欺骗你的员工 员工与你之间最大的关系是 你要信任他们 我从不隐瞒任何东西 对我的团队 灾难 快乐 只有有的是我告诉他们 不能讲的 不讲没问题 讲了都必须是真话 所以领导者的艺术 怎么做干部 怎么做领导 怎么去跟人谈话 我见过很多干部批评员工 真的是蛮痛苦 要批评他 就要进来以后 先表扬他个十分钟 二十分钟 表扬完以后 隐藏的说了下 批评他以后又觉得 好像不太对劲 然后又表扬他两句 说这个人走出去以后 不知道自己是被表扬了还是批评了 觉得挺好 他还是老样子 三四次过以后 你突然说 这个人不行 我把他开掉 然后那个人很吃惊 你不是表扬了我四次 说我挺好的吗 财员也吃惊了 千万不能杀两刀 哟 我很可怜 我就不杀了 再杀两刀 你也痛苦 他也痛苦 这个人杀了七次还没杀掉 想清楚了就动 动手就快 刀越快 对他越负责任 记住尊重游戏规则 你小公司也要制度 一旦制度进来 必须对制度的尊重 最高的 不是我要杀你 是制度要杀你 你违背了我们说好的制度 管理者 领导者 创业者 心要仁慈 但是尊重游戏规则 建立游戏规则 明白自己要什么 明白团队要什么 多去看一些管理者 讲到什么 创业者多去看 别人失败的经历 成功的原因千千万万 失败的原因就这么几个 去看见别人失败的时候 你仔细去看看 我有没有这么做 我应该倒过来做 看人家成功以后 你去模仿一下 可能死得更快 很多失败的人 就是一念之差 这一念之差 你记住了 你学到了 将来 走过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就懂得绕过去 很多人觉得 这块石头是成功 是这么爬上去的 你以为你也可以爬 告诉你 也许你腿筋不够 也许那一天 刚好那块石头松下 你就惨了 但是陷阱都是差不多的 天下所有陷阱 无非是贪婪 无非是最对人的关系 无非在过程中 你做了你不该做的事情 这些东西请大家去 多学习 多看 去学习那些失败经验以后 不仅不会让你的胆子更小 而是让你的胆更壮 带出调整量 实际上是已经很难调整 天津重大 人人挑 各个头上有指标 这才是一个好的CEO 一个组织有头是固然重要 但是作为重要的一条腿 也是很重要 一个人从无到有 满足个人的需求 这是小的快乐 但是一个人如果从有到无 你们从事的事业 最后回馈社会 这是一个更大的快乐 成功的三要素 我想就是力气 财气 运气 失败最大的收获 就是经验和教训 成功往往有时候得不到 你面对公众的时候 面对团队的时候 你一定要表现出 你的信心和乐观 把苦难装在心里 赢在中国商业实战 汇聚评委精彩点评 集结成书 隆重推出 敬请关注 商战风云 企业赚不赚钱 是赚大钱赚小钱 是取决于战略 一个企业在初创的时候 一定要把战略 花精力把它认清楚 它决定着你企业未来的命运 大的方向正确了之后 实际上离成功还是很远的 绝大部分的成功 实际上都是靠心血去浇灌出来 再完美的战略 在实施过程中 肯定会暴露出问题 这个时候呢 就是要做及时调整 赢在中国评委史玉柱 在第三赛季的精彩点评 现已集结成书 隆重推出 敬请关注 史玉柱点评创业 现实比幻想还幻想 记录比戏剧更戏剧 给你可以触摸的想象力 CCT为数字电视 世界地理频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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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福就是在路上 参加的赢赢在中国应该能给我企业加速度的话提速 最少能节约两到三年的时间 赢赢在中国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品牌价值 就是它的一种可信度 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媒介 非常好的一个宣传 比赛结束以后一直到现在呢 一直和阿迪进保持了一个良好的沟通和联系 目前呢项目资金呢已经到位 我们现在就项目本身和沟通呢 进行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谈判 作为投资人更多的是从公司的外部去看待一个公司 并且呢他们的丰富的经验 让我们在营利模式 在组织架构和市场拓展这一块 都有一些好的借鉴的意义 你能拿到钱说明风险投资商对你的市场啊 对你的那个管理能力也看好了 但是这是外里长征刚走了第一步 赶紧结合同 尽快拿大钱 因为这个钱也就是第一轮的钱 风险投资很少有一轮就能上市 通过跟风投的接触 让我们认识到了无形资产的重要性 我想我们跟风投的合作会有一个不错的前景 在很多前辈的这个锐利的眼光下 我们发现了自己身上很多的这种毛病 我们不断地在这个过程中呢 试图去改善改进 我们这实际上是一个自身的一个提高的一个过程 比赛的过程当中 我也认识了很多行业内的一些高手 我想如果不参加这个比赛的话 很难跟他们有相识的机会 这对于我以后事业的发展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赢在中国第三赛季大决赛即将结束的时候呢 我和我的团队充满了感激之情 从2006年的春天到现在 历史两年半 赢在中国没有间断地举行了三剑 三个赛季中共有38万3千人报名 最大的有70多岁 最小的18岁 选手来自五湖四海 我们想对每一位参赛选手说 因为有了您的参加 才使这场比赛呢 变得有起有福 充满生机 三个赛季中先后有几百名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 曾在比赛的各个阶段 担任您在中国的评委 尤其是我们现在台上的这样一些评委 你们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和时间 正是你们的精彩点评 以及与选手近距离的交流 让我们许多 即便今天没能走到像谢力这样最后的选手 也能在过程中获益匪浅 而这个呢 我想恰恰是我们那些付出过辛劳评委 他们所感到欣慰的 我想大家应该同意我这样一个想法 我已经看到了大家在点头了 谢谢你们 真诚的谢谢 我特别想说的是呢 因为我们的总冠民商 中国联通 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 猛牛乳业 贿远果汁 阿里巴巴 IDG风险投资的持续的鼎立的支持 才使银在中国这个舞台得以搭建 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 和我们的参赛选手 今后无论走到哪里 看到这几家企业的名字和标识时 一定会像我一样倍感亲切 银在中国呢 曾经有一首歌叫《在路上》 这两年多来 每当我听到这熟悉的旋律 在许多场合响起时 我在想 其实创业的精神就是奋斗的精神 这种精神原本就折服在 成千上万的人的心底 我们只是用银在中国这个舞台 映合了这种心声 找到了一种集体的共鸣 所以是你们 是我们的忠实观众 是那些在艰难中奋进的人 在顺境中自我加压的人 在心智上不断升华的人 成就了银在中国 谢谢 作为一党励志的大型的创业大赛 银在中国节目中 所体现出来的创业热情呢 已经让许多人走在了创业的路上 但创业需要的持久的热情 需要的是无数细节的合成 需要的是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的寒心如苦 今天在这个本该表达一些激情的大决赛的结尾 我又一次提起了脚踏实地这样的老生常谈 原因是我们真心的希望有更多的创业者能够长大 做强 那样的话 当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需要的时候 我们的创业者就能够像我们台上坐着这些评委一样 以及还有那些很多没有来到这是现场的 为本次地震灾区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民意企业家一样的站出来 而且是有力量的站出来 所以最后我想对创业者说 在未来的某一天 因为创业 因为成功 我们能够汇集我们的同胞 能够带给我们这个国家真正的核心竞争历史 那才是我们创业者真正的荣光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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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